蘇州慈禁門診部7歲生日 院方舉辦議診回饋社區 洛嘉玉前來求診 他是癌症患者 7月又做過 追尖盤突出的微創手術 但手術後 一直只能以論意逮捕 求了好多地方 也看到很多的醫院 也看到了很多的醫生 但是都沒有辦法跟我們說 他這個能站起來走 抱著姑且醫師的心態 走進中醫師吳森的診間 經過醫師詳細問診和針灸後 結果出乎意料 現在走個過癮 我幾個月都不能走了 幾個月 他幾個月不能走 現在可以走了 對 手術完了 就到晚上12年 麻藥一過去又不能 又呈起來 現在終於能走了 從不能走 現在可以走了 要給我們劉教授點贊 要給生醫點贊 我在針灸之前 已經有三個多月不能走路 然後他就進行了治療 治療完了以後 他就讓我站起來走 我不相信我能站起來 我也不相信我能走 結果呢 我真的站起來了 而且走了好多路 能見到病人的笑顏 就是醫者最大的滿足 七週年院慶的溫馨時光 醫護與志工邀民眾共聚 院長也強調 預防醫學是未來門診部的主要工作 我們不管是過去七年 還是以後的十年 我們會走的方向 就是我們要把預防醫學 各面各階層 我們都要把它做好 來服務這個環境 這個社會 蘇州慈禁門診部 將醫療與慈善結合 守護社區民眾的健康 愛也成了治癒疾病的良藥 呆新聞 玉絲家 羅玲玲 楊清輝 江蘇報導